欢迎收看12月24号的大型电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碧潭地景装置艺术来碧潭小角落正式点灯 可爱的角落小伙伴结合山水景色相当疗愈 丹康富佑举办圣诞庆祝活动 邀请酱瓜家族到场同欢 小朋友都相当开心 新北市乡土文艺推广协会 为了推广蓝染工艺的多元用途 特别开办了手工造课程 制作清带造 巴黎身上一家咖啡店将老屋翻新 打造极简原木风格 不仅有绝佳视野也提供美食 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一起来认识台湾蚁人王炳城 可爱的角落小伙伴现身新店碧潭咯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23号晚间举行了点灯仪式 角落小伙伴的五只主角和蜥蜴妈妈正式亮相 可爱的身姿结合了碧潭的美丽山水景致相当疗愈 风靡全球的角落小伙伴来到新店碧潭风景去咯 在点灯活动上 先由北新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 带来活泼可爱的舞蹈 为点灯仪式揭开序幕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局长蒋志伟表示 希望藉由有着友情和亲情意涵的水上地景 为民众带来疗愈又难忘的惊喜体验 他们的亲情 我想友情跟亲情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是最能够抚慰大家的 所以我们想在这个角色的选举上 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在这里 就是疗愈戏能够疗愈大家 活动中包括了新北市议员金钟玉 陈怡君 刘哲章 以及新店区长朱思荣等都出席了点灯仪式 正式在23号晚间启动来避坛小角落 因为疫情的关系 原本应该要在中秋节现身的角落小伙伴 直到现在才和大家见面 除了有5只主角白熊 企鹅 猫 炸猪排和蜥蜴 还有高15公尺的蜥蜴母亲 角落小伙伴可爱的身姿 结合了避坛美丽的山水景致 真的相当可爱又疗愈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 来避坛小角落将会展出到111年3月24号 展期长达92天 每天晚上6点到10点会点灯 温暖照亮湖面 也欢迎名状不论夜晚或白天 都可以来看看这可爱又疗愈的角落小伙伴 记者杨邦友张发起新店采访报道 安坑妇又举办圣诞节庆祝活动 除了有校长装扮成圣诞老公公带来祝福 安坑国小家长会还特别邀请了酱瓜家族来到学校演出 大姐姐带着可爱的玩偶陪着小朋友唱唱跳跳 气氛相当欢乐 欢迎一年一度的圣诞节 安坑妇又特别举办了庆祝活动 看到校长化身为圣诞老公公现身 小朋友们都感到相当惊喜 而为了让小朋友有个不一样的圣诞节 安坑国小家长会 今年还特别邀请了酱瓜家族来到学校演出 酱瓜家族大姐姐带着可爱的玩偶来到现场 小朋友欢呼声不断 夜旦节是个感恩的季节 我们也希望透过活动能够传达感恩跟祝福 另外我们小学部从一大早起来 就有合串团 行乐团 管乐团 进行的各种的圣诞祝福 跟圣诞歌曲的演奏 也希望带给我们全校的师生圣诞祝福 酱瓜家族除了带来精彩的歌舞演出 也带着小朋友一起唱唱跳跳 并且还安排了有趣的互动游戏 让现场气氛相当热络 此外 酱瓜家族还演唱了由家长会常委 陈比嘉所创作的圣诞歌曲厚厚厚厚 小朋友们跟着一起唱和 让全场弥漫着浓浓的圣诞节气氛 我们耶诞节的活动从上礼拜有音乐饗宴 然后到今天的圣诞节前夕的前面的圣诞快散 到现在又有人的表演 到下礼拜还有跳蚤市场 我觉得真的学校帮整个学校安排了好多很棒的活动 小朋友都很开心 在充满温馨欢笑的氛围中 安恒富有的学童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佳节 大清除了可以制作蓝染的染料蓝电 更可以提炼出清袋粉 新北市乡土文艺推广协会 为了推广蓝染工艺的多元用途 特别开办了手工造课程 将清袋粉入造 蓝中袋子 甚至还会呈现出粉红色 不仅颜色迷人 更是最天然无毒的清洁用品 大清除了可以制作蓝染的染料蓝电 更可以提炼出清袋粉 清袋粉除了可以作为中药 深蓝的迷人颜色 还能够当作颜料 新北市乡土文艺推广协会 为了推广蓝染工艺的多元用途 特别开办了手工造课程 将清袋入造 让手工造兼具功效与美丽色彩 以往的话 我们的清袋大概都没有很好的运用 那其实它有很多的消炎防疫的这种功能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加在生活里面 所以才聘请了吴雅池老师来 教我们打清袋造这一块 阿尔姐的清袋粉是真的用古法做 那我也很确定它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所以我把它入造是为了 让它一个是有颜色 一个是它本身在入造之后 它会有一些功用 然后这个功用其实我们可以查古方 将橄榄油 棕榈油 椰子油等油脂混合 加热 然后加入融化的氢氧化钠 一起搅拌至浓稠状 接着混入精油与最关键的清袋粉 继续搅拌一直到造化 最后就可以倒进模型 静置等待成型 这样的过程称之为冷制法 手工造老师吴雅慈表示 清袋造经过微妙的化学作用 呈现蓝中袋子的颜色 还会变化出不同的色彩相当奇妙 因为它的颜色很特殊 像外面的清袋粉它是蓝的 可是它这个是蓝中袋子 然后久了之后它还会反红 所以我觉得它清袋粉的颜色蛮特别的 西北市乡土文艺推广协会常务监视 中瑞儿指出 清袋粉的用途相当广泛 而且它无独天然是很好的原料 尤其现在坊间运用的清袋粉 都是进口成分不明 所以自制的清袋粉更显珍贵 清袋粉是我们在打燃的过程 漂浮在那个泡泡上面的那一层 它本身也是颜料 在以前就是颜料 中药 我们在画国画的时候 它是一个颜料 但它也是药 它也是露药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会希望说 藉由这样推广 让更多人去使用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蓝蓝的原料的运用 其实在生活上的运用都很多 像清袋的话 它可以入菜 可以在食的方面使用 那也可以在我们的清洁用品上面使用 所以它原则上是无独的 因为纯植物的 跟外面你去买的那个清袋粉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我们这一次用的清袋粉 就是由我们从植物做染料 所延伸出来的副产品 这样的清袋造完全使用纯天然原料 没有化学添加 使用上让人更安心 也对环境不造成负担 最重要的能够让更多人 更深入认识传统蓝染工艺 记者是明正门奇 新店财宝报道 一间位于巴里山上的老屋 经过了重新翻修后 现在有了新生命 变身为拥有极简原木风格的咖啡店 老板娘周丽娟表示 咖啡店所在的位置是野极佳 希望这片美景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同时也借由餐点的美食提供 让来到这里的每个人 都有双重的满足和享受 已经三四十年的老屋 经过了家族共同修缮 现在变身为让人可以享受 美景和美食的咖啡店 位于巴里山上 这家以极简原木风格的咖啡店 店内所有摆饰和设计 全都是由老板自家人打造而成 包括墙上大大的石钟 桌上可爱的盆饰 再搭配上屋外的绝佳事业 老板不藏私最终决定开店和大家一起分享 差不多有三四十年的一个旧屋 然后已经快变成废墟了 然后兄长们他们舍不得 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来修缮它 然后本来是预计当工作室 后来发现太美了 所以我们就想说就分享给大家 小小的咖啡店相当温馨 目前主要都是由老板娘周立娟打理 店内提供早午茶餐点 有各式意大利面和炸物小店 而饮品咖啡、荆棘茶、养生茶等等 也都是由周立娟亲手组制 走早午茶的一个方向 然后呢在饮品方面 我们以咖啡为种 然后就养生茶、荆棘茶、水果茶 我们是尽量采取新鲜食材 然后咖啡我们是现磨、现葱、现煮 老板娘周立娟强调 开设咖啡店就是因为这里的景色太美 她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看见 同时也期盼借由餐点的供应 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客人 都可以拥有美景和美食的双重满足 记者陈小淡、张发起新北市采访报道 广告后要来看的是 用心爱台湾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恰询 二九一七 三九三九 台湾蚁人王秉承从不喜欢蚂蚁到后来迷上饲养 将观察蚂蚁得来的经验分享给同好 也让更多人了解小小蚂蚁的庞大社会制度 与蚂蚁的朝夕相处日久深情 创业的火苗就在他心中被点燃了 他成立了蚂蚁帝国 是全台最大蚂蚁饲养领导品牌 从此之后他不再只是一位观察家 而是一位创业家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很多人可能这一辈子活了这么久 他没有看过以后多大只 那兵蚁的功能通常就是攻击跟防御 然后他的头比较大 所以他咬合力比较强 所以他也可以作为食物切割 然后竹槽能力提升的一个角色 工蚁主要的工作蛮多种的 那主要都是蜜食啊照顾卵幼虫照顾蚁后啊 竹槽啊清理垃圾等等的 那每一只个体他都有专门的工作 每一个生物的重要性都是在于他本身在他的生态角色上面 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样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非常讨厌蚂 因为妈妈给我的观念就是蚂蚁很恶情很讨厌啊 我爸爸会带我去山上接触这些生物嘛 然后我就在地上看到这些蚂蚁在搬一只死掉的昆虫 我就去观察他 那但是一开始我并不是真心的观察 而是我就是把他弹走 我就是在看着他怎么样子把他搬回家 他家在哪里 然后直到他消失在我的 可以去观察到的地方 因为他就进了他的洞穴了 那我就开始想那他在家里面到底在做些什么 他怎么这样子去吃掉这些昆虫 所以我那时候就起了一个念头就是 我好想要观察他们 我自己认为最大的乐趣是在观察上面 因为每一只蚂蚁他在做些什么事情 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会去想像 给他一个假想的一个工作 然后你去猜他到底在干什么 印证之后你就知道原来他在做这些事情 那另外就是说你去创造这个空间给他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风格去设定 跟布置他自己的环境条件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乐趣是在于创造这个条件环境 还有就是成就感的来源 因为当你养得越好他的卵幼虫越多 他族群会长得越多越大 那就代表你照顾得非常好 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创业的想法 只是单纯在兴趣上面的培养 那到后来 因为我在过程当中记录了部落格 分享出去 那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来询问说是否有贩售 或者是他们也一起来交流 然后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 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发现我自己要找在思想上面的东西 我都要花很多的心力 如果我可以把这些过往的这些经验 去帮助接下来也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人 去解决他的问题跟困扰 我自己可能就很需要一间店 是我想要找的任何东西跟羊蛮有关的 然后它可以帮助我解决思想上面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想要做的 我自己本身就是觉得蚂蚁它的团队组织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可能靠单一个人 去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我们未来的组织 就是可以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学习到很多事情 他们可以把这些过程当做自己很好的经验 然后去累积下去 现阶段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成为它生活中的一部分 就是在养殖这一块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把这件事情拓展到可能 藉由实验或者是藉由学术的合作 产业的合作 去帮助我们人类 不管是食用面或是营养面 或者是生技方面等等的 只要我们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 我们都希望让蚂蚁成为这个很重要的一份子 当我们对它的认识越多 当他们对我们的重要性越高 我们就会关注它的存在 或者是保护它们的存在 接着来看宝贝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DISNEY PLUS 强势登台 有线电视新客户老客户 申办指定方案揭响优惠 欢迎店洽2917 3939 用Enjoy TV无线机上盒 直接收看最夯影音串流平台 DISNEY PLUS 申办120枚以上光鲜网络 就可以免费升级机上盒 速洽2917 3939 2021新北欢乐夜旦城12月3日开城 至111年1月2号至 每日晚上5点半到10点 每半点整点都将播出精彩的乐高光雕秀 新北市政府12月31日 将于淡江大桥施放跨年烟火 预计8点22分施放13分14秒 一扫疫情阴霾迎接美好的2022年到来 新店护证事务所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并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巡回服务暂停到110年12月底 后续将是疫情发展再行调整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 都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新店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赵方琪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